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曦佳琪 今天呢 我是优扬美丽的旗袍女人 然后是千蓝旗袍店的老板娘 她是一个执着于高端传统旗袍设计的 比较固执的一个人 这一次的主要任务 肯定是当上会长 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蜡票 按照完成任务的方式 先是以那个怎么样去拉票 但是拉票的过程中 她们给了我一些支线任务 比如说帮她们找珍珠 比如说唱甜蜜蜜要用洋文 我想听的是用洋人的话唱甜蜜蜜 我好像记得那怎么唱来的 Honey Honey 是不是 是 Honey Sweet Honey 甜蜜蜜 甜蜜蜜 对 也不能特别镇定地去说这个英文 甜蜜蜜蜜 甜蜜蜜 这种感觉 是故意的 不是说我英文真的不好 然后就 但是甜蜜蜜那个调 当时还没有一下子 就只想甜蜜蜜 甜蜜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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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来玩的形式 然后来完成了这些 一下子让我放松了很多 就其实我觉得剧本杀 很多时候 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沉浸在里面 就是你在 在玩玩乐乐中 然后你就获取到了一些线索 在问任何任务 或者跟任何人聊天 是带着你的角色 我不知道一开始说什么 就是我得带入那个角色 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点 就比如说我第一次找杰哥 我认识了朱新杰老师的时候 赚钱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我们做旗袍是为了什么 是要有传承和匠心的精选的 我原来是怎么教你的 你想好了 把你的方案拿过来 然后你再来找我 但是他这么一说 说得很有道理 然后让我特别地被洗脑成功了 我一下子就 好 我会给你提交方案的 然后编组先想 提交什么方案 不管了 反正先这样吧 就好搞笑了 就被带进去了 没有 演技对我来说 好像今天都没有存在过 今天是喜佳琪本人 好像没有什么演技 只有一开始的生气 我稍微带入了一下 刚才大姐在那说 喜欢谢可音那个店的时候 你什么眼神啊 你很想为她好是吗 可是我跟谢老板也是朋友 没有呀 你跟谢老板是朋友 是啊 那你跟我是什么关系 然后就顺势地 就这样子对她发火了 对 就这样开始了吵架 这一开始 努力了 小翟的话是我觉得她一直 陪着我做任务 我后来都挽着她了 就有一种姐妹情深的感觉 然后小翟也是那种很努力的 就是演就是她妹妹那种聪明明立 活泼可爱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感受到小翟的魅力 就没有她就没有我这种感觉 但是她肯定看到她的体能 你怎么那么简单 每个人都没有发现 你怎么能发现 你怎么能发现